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非你谋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中心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 当然在这个地方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 所有的天下的父亲 其实我也是 在承担家计和教育孩子的过程 我相信 作为父亲的 都承担了相当大的压力 和非常多的努力 那这一波其实大盘 我在节目里面也跟各位分享过很多次 如果各位你每天有关注我们的节目 甚至是我们Lite或者是Telegram的好朋友的话 你就会非常的清楚 因为每天晚上我会写大师爷话 然后每天找盘 盘前大概在 我发给会员的 抠讯里面 我大概会员 抠讯大概8点40 所以大概8点40到45 我也会在我Telegram上面 跟大家分享我对今天盘式的看法 那想想看这一波大盘的最高点在哪里 这算礼拜一 在7月31号各位你看一下 7月31号上午8点38分我提醒大家 对高点会过要挑战高点 高点也真的过了 7月18号的高点在17401点 当天也过了 17460几点 可是当时我建议各位短线喷煮股不要再追高 短线喷煮股是谁那就是AI 当时大家 一头热的全部都在讲AI 结果 当天我们系统 非常非常多档AI股票出现 转弱 甚至是做空讯号 我也在节目里面第一时间 就在7月31号跟大家分享 所以 要成为一个影价 买起帐点卖转弱点 那最近AI有 震荡对不对 像前两天 低廉的反弹 那昨天很多AI涨停 我昨天怎么说的 我们再来看看 来当时我为什么说 这个短线上7月底 可能会是高点 因为7月份融资增加那么多 只涨230点 对不对 5月份融资真的超有效率 效率 每增加1亿涨12点 6月份每增加1亿涨2.8点 7月份每增加1亿的融资 涨大概0.8点 所以 融资增加越快 指数涨越少 这就是 一个警讯 我在当时 在7月底的时候跟大家分享 7月31号 再来 那在礼拜五 因为礼拜四我们台风价 礼拜四台风价 礼拜三晚上 大跌 美股四大指数全部大回挡 那我相信 礼拜五在开盘前 大家一定很担心 AI已经跌爆 跌得这么深 很想 礼拜五干脆停损不要玩 美国大跌嘛 对不对 可是我在礼拜五一早 也在8点多 8点47分 提醒大家 本坡AI主流 短线跌幅 颇生 随时出现反弹 开低误追杀 不是就对了吗 最高点 就是在 上礼拜一 7月31号 最低点 就 上礼拜五 就上礼拜五 在8月4号 最高点 最低点 差了700多点 你看 为什么 当时我说 不要杀了 就是廉价钱 不是廉价 台风价钱 礼拜三 8月2号 法恩买的股票全部中错了 你看台药新元 这些股票 这两天不涨爆了吗 是不是 所以咯 那昨天怎么说呢 昨天晚上我看了愁 糟了 融资大增 融资竟然增加32亿多 融资实在是 融资是创下波段新高 融资创下近年的高点 那融资创下近年高点 指数有创近年高点吗 没有啊 那昨天为什么融资大增 就是 AI的股票 我昨天大事要不要提到 融资增加了前30名 有8档收涨停板 表示短线大户 非常积极 积极用融资去锁涨停 而且这8档股票呢 有7档外资都占了卖方 真是厉害 内资大户的实力还真强 除了3231伪创 外资大买 内资也大买 而且收涨停之外 其他另外涨停板的7档股票 外资都站在卖方 那这些隔日冲大户 竟然有能力把它锁涨停 那既然隔日冲大户锁涨停 顾名思义嘛 隔日冲就是 今天买明天要卖掉 所以这些股票我也建议大家 早上开高不要追了 因为这些涨停板的股票 都有隔日冲的影子 明天 开高或盘中急啦 请不要再追价 不要看 已经跌升了在低档反弹起来 看起来好像 又成为主流 又本来才上礼拜 是市场追杀的标的 昨天一个反弹起来好像 又一恩消互云散了吗 低点又看到了吗 不是喔 我昨天不是说吗 MACD副项要趁KD勾起来说 卖啊 是不是 好我待会会分享 这八档股票 昨天都收涨停板 它的走势 然后来印证来 提醒大家 在 市场上操作 即使 各位你没有我们的 操作系统 没有我们 支付营加操盘系统 用我教各位的方法 其实你也可以 掌握到个股的 高低进出点 或者是趋势 那我们先看一下 轨迹股市的变化 昨天道琼不错 其实美股昨天表现不错 包括纳斯达克 S&P500和肺半 都终结了连四跌 连四天的回档 道琼是连三跌啦 可是昨天算是一个中红 中红 其实昨天的涨幅算是 这一段时间来涨幅蛮大的 KD勾起来 S&P500就还好 对不对 他KD在27 纳斯达克KD在25 其实蛮弱的 肺半还弹得不错 肺半的KD还38 还38 所以看来道琼还是最强的 那德国呢 德国在均线之下 KD指标29 算是弱的 法国也都在均线之下 KD指标37 弱不弱 并不强 其实我们看到日经 日经就是 这个重点 这个支撑 并没有跌破 未来你要观察 把这两个低点的连线 如果 如果日经裂破 头部就成型 这是他必须要提醒大家 他现在当然撑在这个季线附近 那南韩股市也撑在季线 南韩股市稍微弱了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今天稍微升值 稍微升值 那今天台币就 有点麻烦 因为台币今天又往上冲 往上冲是 贬值 所以 台币贬值的趋势 除了昨天稍微 回党 稍微做了升值之外 今天又贬 贬到这波来的高点 那就是汇兑里面的低点 等于说 出现了一个 新台币一路贬值 这个对资金来讲 确实是比较不利 那如果台币 没办法 转贬为升 其实对台北股市在季线附近震荡组底 或者震荡 组出一个 整理形态 因为整理形态 第一点应该是季线 或是景线 如果这个地方不守 或者台币持续贬值 其实对多头来讲是比较不利的 我必须跟大家提醒 就这个景线 这景线当然不能破 因为破的话不是m头吗 但是我记得上礼拜 要跟各位提到 即使是m头 测量 相等的幅度的话 这个m头的高点和低点 对不对 跌就顶多跌到起脏点 这是 对 目前技术面我的看法 因为我们看到 电子类伍也没破 但是OTC这个头肩顶就破了 那头肩顶破如果测量等幅的话 可能会来到也是来到起脏点 来到这个地方 等幅度吧 等幅度 所以OTC 目前来讲确实是比较弱 因为我昨天提到 如果明天谈上来 我昨天不是说吗 谈上来今天这条线是要卖的 你如果不卖 你看今天OTC把昨天最低点都跌掉了 今天售盘比昨天最低点还要低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 连两天谈起来好像 好像怎样 好像要大涨吗 不是啊 当时我说这个地方上面掏那么多人 所以重点 其实如果你懂得操作 你看OTC这一波 MACD不是 富向那么久了吗 对不对 富向那么久了 MACD富向 KD勾起来 这不是要卖了吗 这里该卖 这里该卖 这里也该卖 对不对 这是不是我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过 对吧 所以操作上 你一定要跟上赢家的脚步 这一波 从上礼拜一盘前叮铃 上礼拜五盘前叮铃都提醒大家 礼拜一建议各位不要追 礼拜五建议各位不要杀 是不是最高点和最低点 完全在掌握当中 好 那AI股票我待会 会给各位看一下 昨天的五档 八档 八档 格子冲大户所长 你今天到底怎么变化 来 要成为赢家其实很简单 开对趋势 选对股票遵守几率 你只要持续的关注 筹码大师的节目 你看 这一波的最高点 和这两天最低点 就在上礼拜一和礼拜五发生 而且我都在盘前 提醒大家 绝对不是事后说股市 好 那再来 昨天AI一大票涨停 今天AI该怎么做 那我昨天大事的话 还有 我昨天在节目里面是不是跟各位说 反弹起来我要卖 我今天广达我也卖了 早上拉到盘上我就卖了 我就卖一半了 这就是操作 因为 就抢反弹嘛 反弹抢到了 KT勾下 我是要在那卖方的 因为 即使你今天不卖 格子冲大户也要卖啊 因为你的张数总比他少 格子冲大户 很多张 3000张5000张 甚至1万张2万张 他要出 他 很难出到最高点 因为我们张数不多嘛 每个会员 三张五张 那你要出很简单啊 所以 大户要出是3000张5000张 你可能再出到同个点位嘛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 当然这些少的 这些投资朋友 按照 纪律 很好操作 大户来讲 就不那么容易 这次大户 也让我觉得有点意外 我待会跟各位说 怎么个意外法 来我们先 把这个 先扫描 先加入我们的好朋友 OK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App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那怎么样看到大世界话呢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师的LiteApp 然后点击手机 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破了K线图 我们的大世界话 筹码表格 还有每天的节目 你只要加入Telegram 你看 早盘的盘前叮铃 非常关键 真的很重要 就是各位操盘 每天操盘的一句 因为 我已经把前一天 国际股市的变化 还有筹码 看过之后呢 早上 开盘前8点45分左右 提醒大家 今天的应对策略 所以你看嘛 这是 来 这波 当时我说大户做价差 8月2 8月1号 礼拜二 上礼拜二 因为上礼拜一 我们创大跌 那反而大买 你看 价差 有没有 他7月 7月3 礼拜一大卖 礼拜 8月1号礼拜二 买回来 卖到19000张买了15000张 价差一张差17块嘛 记不记得上次我在跟各位提到 光这个价差赚了 2.63亿 好 蛮有趣的是 大户买回来之后隔天又跌 8月1号跌 8月2号跌 放个台风价 8月4号再跌 就大户了 连续买 可厉害了 比较少见 这几家 新加坡 瑞银 凯基台北 摩根斯坦利 就是 这一波 这四五天 伪创买进的最大户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 摩根斯坦利从8月1号到8月7号 这 4个交易 4个交易 摩根斯坦利买了25000张 凯基台北买2万张 这很少见 因为凯基台北就是隔日冲 今天买明天就卖 结果凯基台北在8月1号买进去套牢之后 8月2号逢低再买 8月4号又买 昨天涨停板再锁 买了4天 今天应该在那卖方 因为我算了他们成本大概 一路往下买昨天再锁涨停 平均成本大概在123 等于说 摩根斯坦利的25000张 凯基台北的2万张 包括新加坡瑞银 美琳他们的成本大概就在123到124附近 就跟昨天涨停板 昨天的涨停 125 差不多 那今天逢高赚10块钱 他要走 赚10块钱2万张赚不少 所以 这就是说我说的 格尔冲大户 他终于 钱真的够多 一路往下 摊摊摊 拉起来 拉到成本之上 还好像趋势转正 可是趋势转正 谈起来 不是就像我说的 不是在那卖方吗 所以你看伪创 我们是从 去年的11月7号 一路看 我们系统 11月7号 今年1月34号 2月24号 3月8号 我们加码三次 我们一档股票最多就加码三次 到了3月8号加码完之后 你看 那时候才30几块钱 一路到这里184%了 76块钱 80几块钱 当时我建议各位不要乱做空 对不对 到了7月12号已经362%了 最高是502% 5倍 从26块8涨到161块半 5倍 可是就隔了两天7月31号 出现做空讯号 所以你当然要把这个系统带回去 因为从起账点 一路报中间没有平昌讯号 一直到7月31号出现做空讯号 如果即使各位卖在 点停板141块半 也获利超过4倍 400%以上 100万变成500万 这就是 这个操作逻辑呀 这就是说 老师你中间都有平昌讯号 对 这就厉害了 这就是我说的 我开发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希望 能赚5成就不要赚5% 能赔5%不要赔5成还在手上 你一定要有方法 买到对的标的然后赚它一个波段 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大波段 而且第一时间分享 你看伪创掉下来 这是上礼拜五 我说不要杀 对不对 早上不是说 各位不要杀低吗 最低110块 昨天不供涨停吗 昨天供涨停跟各位说什么 今天要卖嘛 今天只要减码 对不对 今天伪创还是强的 昨天融资增加地命就是伪创 第2名是谁 第2名是广达 今天广达我们也卖了 我们卖掉了 卖了一半 因为什么 MCD富的 KD共产也不知道占在卖方吗 来第3名叫银叶达 今天银叶达 盘中冲上去 尾盘掉下来竟然还有 一个加空讯号 KD也是勾起来啊 我是不是一直跟各位说 这MAC的富项KD勾起来你要卖啊 今天银叶达 其实蛮有趣的 摩根斯坦利 就是 昨天我们看到外资大买 3231伪创 可是银叶达和广达 都一样收涨停 外资大卖 蛮厉害的 拉伪创出银叶达和广达 哈喽各位粉丝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对Data的看法 还有个股的选择 非常欢迎各位锁定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筹码大师的时段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记得锁定筹码大师喔 而且是同一家券商 真的蛮厉害的 所以 今天音业达和广达确实就比较弱一点 尤其是音业达 那波罗威呢 波罗威 看到没有 波罗威的MACD就没有负降 有没有出现做空讯号也没有 这是强势股 对不对 从这里出现讯号到这里 还没有平仓讯号 这就是我说的 强势股的操作模式 波罗威没事 波罗威没事 广名呢广名就有事为什么 MACD负降 对不对 今天广名跟音业达和有一个做空讯号 所以澡盘如果冲上去 就受伤了 不是我说的吗 隔日冲大户的做法拉起来今天就要卖 对不对 台光电台光电今天还在创新高 台光电的MACD有没有转负 没有 懂了没有 台光电的MACD有没有转负 我们系统来这里就出现讯号 一路上 台光电就没有转负讯号 台药呢 台药就有了 台药有没有转空 有没有转空 然后MACD负降 KD高想要卖 今天早盘如果你有高点卖的话 盘中掉下来 对不对 是不是如我说的 MACD负降弹前要卖 MACD正向还没事 台光电还创新高 对不对 那个 Polway今天也表现不错 所以重点 老师那我就跟着讯号座 对 跟着讯号座 反弹起来 不一定要卖的这一天嘛 对不对 急涨 急杀 这些AI股急杀不要卖 反弹起来卖 昨天涨停 今天是 比较好的出托时机呀 这就是我在跟各位说的 要成为一个赢家 你一定要找方法 不然至少更对人吧 或者用对工具吧 对不对 那再来 技嘉 今天技嘉 也是卡高走低 有没有 可以勾起来 所以这个勾起来 到底是该买呢 还该卖呢 我建议短线上还是在那卖方 对不对 昨天融资增加 而且涨停板的前八名就是这些股票 就是这些股票 那你回去看看 今天的筹码 应该隔日充大户 也都在那卖方 那广达我们这天买 对不对 买完隔日充做空虚况怎么办呢 反弹起来昨天 涨停板对不对 今天 来 昨天开心涨停板 今天怎么时候卖 这里卖 早盘我这里卖掉了 有了 下去又上来一些 尾盘好像打到盘下吧 也没有差很多钱 大概差6块钱 我们卖在246 好像收240块 最高好像249吧 就是 有拉上去 我们就出 出办 拉回来 有拉回来再进 所以我说 AI股票 当然主流还在 但是买卖点满重要的 礼拜五不该杀 那今天早盘又不该追 是不是在节目里面都 提早跟各位预告 不是看到今天下来 跟各位说你看不要追 不是礼拜五拉起来了 说 叫了各位不要砍 我礼拜五盘起来就跟各位说了 不是吗 来 那华星光 其实华星光真的震荡很厉害 你看我们系统从这里 一路波段报到这里 然后来 也是7月31号出现做空讯 那怎么办呢 弹起来弹起来走啊 昨天 上礼拜五跌停板 昨天涨停板 今天还要走啊 不走不下来了 是不是 所以 因为 你看嘛 MECD转负了 MECD转负的股票 记得KD勾起来 股价弹起来 记得要在那卖方 没有变 所以其实这一波的始作俑者 应该受创比较深 其实就是创意害的 他的法说不如大家预期 调降今天的目标 结果 创意 最近跌得很惨 可是 创意如果你按照我们系统的操作方法 你看 去年12月28号 一波那个400多块 400多一路涨涨到800多 有没有 这个800多 涨到800多出现做空讯号 然后到这边700多块又一个做多信号来 做多信号775 变成1100多 1100这里 775变1100多在这里 这里又出现做空讯号在1100多又出现做空讯号这一波又50% 又50%了 然后呢 这里 发口讯给会员 转空嘛 对不对 转空 有没有转空啊 当时的创意下微盛 转空 转空他真的下来了 下来一段这里 1000出头又翻多 这里是109几块吧 又翻多然后涨到1054块 1095涨到1540 所以 你创意不照做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你创意就照系统做啊 涨到1570块 来 平常讯号出来了 做空讯号出来了 好 重点是这一段 这段我们都没有讯号呢 没有做多讯号 老师怎么 从1500涨到2000没有讯号 还好没讯号 不然你都来不及跑了 是不是 你看昨天 小谭 今天创意还创下波段低点 所以他真的是AI里面现在是最弱的 最弱的个股 那如果AI要止跌 可能真的要先看看 创意什么时候 能止跌啦 创意确实是比较弱 所以操作上现在懂了没有 很简单 按照系统 按照纪律 例如说立志吧 立志我们获利几根停板 七根 七根涨停板之后呢 那怎么办 转弱了 转弱弹起来走人 今天要走人 走人勾起来 今天平盘都没有 所以就是勾起来 转弱了 转弱趁反弹起来 卖 从这里 到这里 也相当迷人 这里才七十几块 长到这里还150 一杯 一倍 有没有 这里啊 是不是 一百一十二趴 一百一十二趴 对呀 这里一百一十二趴 即使出来这里还有一倍呀 还有一倍呀 七十几块到这边150 不是吗 所以这就是操作逻辑 买到对的标记 例如说秦晨 秦晨 秦晨我昨天是不是我们昨天全卖了 昨天全卖了 我直接说 我没有卖到出现虚豪那天 因为我认为 出现虚豪因为几点之后 他会急弹 我要趁急弹的时候再卖 所以我昨天卖了 我昨天是不是节目里面公开说卖了 我们获得九根停满了 一百六十几趴 九根停满 怎么办老师 也是一样七月三十一号 那礼拜五 低点反弹上来 我没有卖呀 什么时候卖了 什么时候卖了 我昨天不是说我昨天卖了 对呀 昨天卖了 昨天卖的跟 跟那天卖的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今天不下来了 是不是 所以 你如果 如何掌握到买卖点 很简单 跟着致富人家 不然就跟着筹码大师 这一个波段 是不是从这里一路报到这里 反弹起来 我昨天全卖了 我昨天是不是在节目里面说 而且 7月31号出现做空序 我也在节目里面 第一个公开 直接讲 对不对 我们没有办法出在最高点 但是我可以卖的转弱点 我可以卖的转弱点 华琴也是 来 一大段 这里一大段就这里平常去 也是7月31号 对不对 7月31号 那 华琴反弹起来卖呀 金像店呢 金像店也是一大段 43% 87% 来 也是7月31号 老师奇怪 为什么都是7月31号 所以 在7月31号盘前叮咛 有没有很重要啊 有没有很重要 如果你是我们家族成员 7月31号 你至少不会去追股票吧 是不是 然后呢 上礼拜五 台风假结束 礼拜四台风 台风假 礼拜五你也不会去杀股票吧 对不对 有我们盘前叮咛的话 所以很简单 要成为赢家 跟上赢家的脚步 跟上赢家的脚步 来 那台药呢 台药转弱啦 反弹起来 昨天我说要卖呀 是不是下来 是不是下来了 对 那华硕 华硕就没转弱 来我们看一下华硕 没转弱 华硕没转弱 续爆啊 对不对 那见顶呢 见顶也没转弱 见顶还蛮强的 有没有 见顶蛮强的 对不对 来 昨天 今天还创出版新高 所以 重点就是 选股和操作模式 所以来 要成为赢家 买对 暴住买错舍得 所以为什么 这两天要提醒大家 你看 这波我们高低点的掌握是不是非常的完美 而且是 第一时间在盘前通知 如果你是我们家族成员 即使你是我们的 LINE上的朋友 都可以收到 Telegram上的好朋友都 可以收到 何况是我们的会员 所以 高低点转折的掌握 而且还有起账点 和转弱点的拿捏 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 这次 今天是88节 强势称霸99 欢迎各位 你赶快把电话拨通 因为 我给大家 我拿出最大诚意 给大家最大的一个 特别专案 88节 我知道大家的辛苦 希望 能带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所以 如果你做不到你发现 老师我在股票总是事与愿违 那你就赶快 趁这个机会 一年一度 复兴节 赶快把这个专案带回去 我们看看 其实有些股票 我已经帮各位规号 我给各位看 因为我常说 投心的筹码分数比较高 在我们的筹码比重里面 权重 权重比较重 为什么 因为投信持股稳定性比较高 所以我又准备了一些股票 这些股票就是 如果各位来加入这个专案 这些股票还没起涨 不像有的AI 有人涨了 不要说 五倍了 有的涨了一倍 涨了两倍了 涨了50% 70% 80% 大有人在 比比皆是 老师那些AI我真的追不下去 那有些 好的股票 尤其是投信才刚刚进去 涨幅还没拉开的 应该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布局 在哪里 我们先看看之前 秦城我们九根停板 这里 7月31号 平常讯号出来 对不对 华晴 115% 来 也是7月31号 平常讯号出来 金像电86% 也是7月31号 平常讯号出来 这是8月1号的图 对不对 那华晋光 也是7月31号 老师对 7月31号 就是大盘这波的高点不是吗 那我是不是盘前提醒大家 对 那卫胜呢 卫胜也是啊 对不对 也是7月31号 对 立志呢 立志就比较晚两天了 晚了两天 那我看华硕 没事对不对 见顶今天还创售判新高 没事 齐邦来 我们看最近 最近的一些股票 齐邦 这次投信买卖潮 慢慢上来了 今天 小涨喔 大盘今天是跌的嘛 对不对 你看齐邦 哇 外头信买爆了 头信买卖潮 买 买了这一段 请问拉开涨幅没有 没有啊 这里65 这里67 这里69 大概连7%都没有吧 距离他成本大概2% 才2% 所以 你可以留意 这档 中壘也是啊 来 中壘这里建议的 中壘是不是这里买的 头信啊 这里买的嘛 那现在拉开涨幅没有 也还没有啊 是不是中壘来 那中光店呢 中光店是头信 这里头信买卖潮啊 其实 有拉开涨幅吗 也还没有 也还没有啊 来 那这档呢 你看 这盘整区 一路盘 那如果未来来到盘整区下渊最好啦 因为 头信成本都在这里啊 刚好今天大概在酬信成本中间 对不对 那如果过两天掉下来盘整区下渊那就好机会啊 好 头信买了一头拉股还没涨 对不对 这档股票呢 哎呦 头信 这几天连买5天 今天跌下来刚好 今天 收盘价 跌到头信成本之下 那这档股票 这里 他本来是一个弱势嘛 看 这里的量比这里大 那会不会过 我认为机会蛮大 而且这里反而才刚买 才刚买 对不对 这档股票呢 头信这段期间 吃货 有 这里这档股票 离他成本稍微多一点 大概5% 他平价位平价成本大概在这里 对在这里 那今天抽上来 5%啦 离他成本到5% 那头信也不会为了5%就把它卖掉 那这里量出来了 所以 这个地方高点过了 是不是波段行情的开始 是哦 量先驾行 量先出来了 今天大盘不怎么样 今天还突破这波的高点 所以这些都 我都帮各位准备好 所以这次 你如果错过了AI 或者你手上有AI 不晓得怎么来回做价差 我这两天 不是跟各位说吗 AI 主流没有变 但是他趋势变了 MACD附向最好的情况就是盘整 盘整你要怎么做 高出低进 涨停急涨的时候 不要追 那涨停板 隔天充大户做的 隔天你卖掉 拉回来再把它买回来 来回做几趟价差 你即使买到最高点 你都会解套 那如果AI你不敢追 很简单 这些 抽码好的股票 才刚刚起涨 在投信成本附近 你赶快加入这个专案 你就能跟上 赢家的脚步 来 强势称霸99 今天是赴金节 我拿出最大的诚意 我也跟公司 申请了一个专案 就是 强势称霸99 这一波的AI族群 我们是一路带着各位 从头一直报到 7月31号 7月31号 我们系统 大部分都出现平常希望 而我在7月31号 盘前 就提醒大家 你要更 成为赢家 当然要跟上赢家的脚步 这次 强势称霸99的专案 我就等你的电话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资付上线 成为资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